哈囉 今天我們來畫水彩 水彩的技法 我們準備的材料有 水 可以利用一些不要的罐頭 或者是壞掉的馬克杯 像老師這樣 馬克杯壞掉也可以用 然後呢 準備這個 水彩盤 還有你們可以準備水彩筆 或者是這種 這種可以拿來刷背景的 比較寬的水彩筆 然後還有一些小工具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技法的練習 老師會準備像牙刷 海綿 海綿 不要用的海綿也可以用 還有酒精 鹽也可以準備 有一些小道具後 然後我等一下再示範的時候就會用 那我們今天一樣先畫格子 可以 那一樣有任何問題可以發問 好 最基本的我們先沾一個顏色 先直接染色給大家看 好這第一個我們就直接染色 好這是最一般的平圖沒有什麼技巧 那我現在來做一個漸層 第二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 那我們要做漸層呢 鹽料可以使用多一點 那漸層的話 我們之後都是用沾水的方式 好加多一點水 它的顏色就會慢慢吸濕 就是這樣子漸層 就是這樣子漸層 好 好 哈囉熊寶 沒有出去玩喔 今天天外面有下雨 所以 很多人都沒有出去玩 好那第三種方法呢 我們可以直接在畫面上 染一層水 好 這是蠻常在進屋之中會用到的 就是直接染色 但是要在你要畫圖的時候 先上一層水 渲染法就是常常會用到 那你可以再用不同的顏色 有時候我們畫風景畫一下 那種濕濕的效果 好 好 我們再來玩另外一種玩法 像這種水彩盤啊 還蠻方便的 出去寫生也可以用 我們先染一層 然後呢 其實我們現在用的都是生活 蠻好收 蠻好就能取得的 東西 你可以拿 衛生紙 去吸這個顏色 吸這個顏色 這個是我們 有時候畫那個 風景畫的時候啊 雲朵可以這樣做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 很有感覺 好 好 現在有幾種方法了 有四種方法了 齁 技法 第五種 我們一樣就是 上一層水 然後 然後 沾顏料 齁 這樣子 齁 點綴 用點的 這樣就很漂亮了 有沒有 有點像那種 我如果今天要畫水母 這種暈染的效果 這樣就很漂亮 好 那我現在在教的第 六 一二三四 第五 第六種方法 一樣我們也給它上一層顏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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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技法之後都用得到齁 那我們今天因為是 還在練習中 所以你們現在可能覺得 只要稍微懂 因為之後我在畫進入的時候 我今天如果說 哎我要做這個渲染法 你們就知道我是怎麼畫的 所以 所以 嗯 有些人問說 欸 渲染可以做在什麼地方 可是要我畫這個金屋的時候 我才會知道 欸 我這個時候是運用到什麼方法 來 那我們現在一樣就是 上一層顏色 好 如果我想起來這個方法可以用什麼 我就會順便介紹一下 然後我現在是染很深的顏色 你們有沒有想到什麼 這比較深的顏色 我可以順便做一些 運用 運用 我現在教你們的方法是 撒煙 有沒有很漂亮 眼巴 到處都可以有 家裡應該每個人都有的 好 這個其實啊 有時候你在做那個 一些海浪的時候 我們會用到眼巴 血深我也會帶一把眼巴 或是星空 好 他等一下乾了就會有特殊的效果 是不是看不清楚啊 看得清楚嗎 其實還有很多方法喔 你們也可以提供一些 idea 這格子有點小 啊 嗯 我再用一次眼巴 有什麼感覺嗎 有沒有感覺到他的變化 像有時候你畫雪景也可以用 他有點點 呈現那種雪花的感覺 有沒有 很漂亮 我突然想到還有別的技法 噢很多喔 然後呢 現在 我現在還有 我剛剛有說要準備什麼 牙刷 好牙刷我們就是直接沾眼料 就直接這樣子 用這比較像噴濺的感覺 有沒有那個兇殺案 如果你用紅色的啊 紅色的 你就可以做一些兇殺案的感覺 啊你就沾紅色的眼料 有沒有 這種感覺 有沒有就是 你有時候做道具有沒有 運用在道具上 有時候雪啊 噴濺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 就可以做出這種感覺 好 還有一個方法呢 我看一下 噢這個是 直接 用滴的 用滴的 這水要多 讓他用滴化 這也是一個方法 這樣子 有沒有滴的感覺 滴的感覺還有另外一種 你可以用什麼 敲的 這種感覺 這個通常你 你有時候畫樹啊 樹的葉子啊 或者是 看你要滴小點點還是打點點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種感覺 有時候有些那種水果有斑點的時候 我們也會用到這種 讓他有這種 葉子或是斑點會用敲的 敲的方式畫 小超普機很討厭 然後呢 有時候啊 你畫還會運用到 紙膠 紙膠你 去畫 就可以把它 有時候你要畫的地方 然後 或者是你怕他弄髒 你也可以運用到紙膠 或者是你想要畫 一個很完整的 這樣子 好 我只要畫到這中間這一塊 然後外面不要弄髒 就可以運用這一種方式 然後把它剝掉之後是非常乾淨的畫面 這個也很好用 那個我要休息喝一口水 哼 把我的小炒 不然我都這樣這樣 可以先暫停嗎 好 把我的小炒 不要先把我關掉 想先關掉 嗯 我想先關掉 好 喔 谢谢大家